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EF IELTS条件控制的基本使用方法 然后我们这节课来继续深入的学习这样的一个条件控制 那么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学习某一种语法一定要抓住它的关键点 那么对于这个条件控制EF IELTS来说 关键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关键的地方还是在意图后面的这个变量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最简单的变量的形式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EF 后面的这个关键字 它并不一定只能是一个物耳类型的变量 它还可以是什么呢 它还可以是一个表达式 好,比如说 这样我们再重新写一份代码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先重命名一下 重命名的快捷键是点住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按F2 我们把它叫做C1 C1.py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份文件再复制一份 复制也很简单 就是Ctrl加C 然后Ctrl加B 这功能就给你复制了一份全新的文件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新文件改名成C2 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来改 我们现在拿表达式来举例一下 好,定义一个变量A等于1,B等于2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写一符 A是大于B的话 那么将执行这样的一个GoToNav的保折的话 进行这样一个GoToRight 所以说我们之前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些 甚至就也还可以是更复杂的一些表达式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讲这个表达式优先题的时候 举着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A of B加1等于C 可以吗?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只要一符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式或者是变量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布尔类型 那么这个一符的条件控制的语句就可以成立 我们还可以看一些特殊的情况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这样一个空尺的情况 比如说我在这里定义一个D 它是一个空的列表 那么一符D可以吗? 可以,没有问题 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对D这个变量在判空 那么判空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同样是我们在编程里面用到非常非常多的 如果某一个变量它是空 我们就执行某一个语句 否则的话执行另外一个语句 那么下面我们来编写一个小小的最简单的一个Python的程序 来体会一下这个if-else在我们的实际的编码里面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个if-else我们最经典的一个使用场景 在判断用户它登录时候输入的这个账号和密码是否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用Python代码如何来简单的模拟这样的一个用户登录的流程 然后我们开一个新文件 我们先带着大家写一些初始代码 我们现在把用户它正确的这样一个账号和密码给定义出来 好,假如说用户的账号是这样的一个信任 然后密码password我们暂定为123456 那么其实用户登录它的这样的一个是否成功的逻辑 就在于你要比较用户输入的这样的一个账号 我们定义成UdanAccount 我们先暂时定义成空心不串 然后是这样一个UdanPassword 也定义成空心不串 你要比较,账号必须相同 同时密码也必须相同 好,这里我们先不继续往下写 我们先说一个Python建议的一个变量等秘密规范 首先Python建议对于这样一些变量来说的话 最好都是小写的 然后Python它和其他的语言不同 很多语言的建议是这样的 两个组合单词它们之间用陀峰的方式 陀峰的方式就是把第二个单词首次母能打写 表示是这样的一种命名方式 这是Python不一样 Python建议的是用下滑线来分隔两个组合单词 好,既然我们说了 我们是要比对用户的输入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尝试着来接收一下用户输入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接收用户的输入 在命令行下面接收用户的输入 接收用户的输入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文件是这样的一个input函数 一旦代码执行到这样的一个input的时候 命令行就会提示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输入的操作 然后这个代码会把你的输入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值 复制给这样一个urile account 同样我们的password也需要接收一个输入 好,那么最好我们在输入之前给用户一个提示 我们打印一个责账 please input这样的一个account 在接收这个password的时候再给一个提示 password ok 好,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样的一个input的函数作用 我们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不对 对,这里应该是password c3 运行错了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字体比较小 please input account 提示你输入账号 那么我们随便输入一个111 好,你输入111了之后 其实这个时候 urile account就已经被复制了 复制成你所输入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值了 好,接着它又提示你输入密码 然后我们随便输入一个222 好 这个就是urile account和urile password 它们接收的两个值 好,那么我现在的要求是 如果用户所输入的这样的一个账号和密码 和用户正确的账号和密码相同 那么就打印这样的一个success 如果不同 证明它的账号密码错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印一个for 好,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下去了之后 自行把这个程序给实现一下 这个虽然它简单 但是它是我们这明课 有一定逻辑的第一个程序 好,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